饲养七彩神仙鱼的八个小技巧 一看就懂 对于很多新手鱼友来说 七彩神仙好看但不好折腾 其实了解它们的习性、特点、饲养、繁殖方法 多总结别人成功的经验 建立好水族箱生态系统 顺应其生长规律 也可以养好七彩 有鱼友总结了一些七彩神仙鱼的饲养技巧 或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一、定期检疫 新鱼到家需要过水检疫 平时也需要定期检疫 除菌除寄生虫 例如可以每三个月为七彩神仙鱼除虫 可避免内部寄生虫危害健康 但除虫必须有经验 新手不好轻易尝试 二、观察水质 七彩神仙鱼需要足够的活动空间 一般以酸性软水 28到30度的水温 水质PH值在6.0到6.5之间为宜 饲养时应随时观察水质的PH值 压硝酸盐等指标的变化 三、适当换水 水质不好时七彩神仙鱼容易生病 建议根据养鱼密度和喂食情况 进行适当换水 一般每周换两次水 每次换水四分之一左右 换水时注意水温温差不能过大 而且换水一般是喂食完成后 可加速新陈代谢 促进成长 四、充足氧气 平时常被加热榜和气泵 保证水中有充足溶解氧气 平时经常观察水温的变化 以防不测 五、过炉系统 安装静音过炉系统 去除自来水中的氯气 及其他不必要的杂质 例如可以在鱼缸中 安装一个活性炭过炉气 或在自来水与氧水缸之间 可安装一些设备来氧水 常用的方法是家装中心 钳制过炉气等等 六、全天开灯 七彩神仙鱼饲养 需要全天开灯 可以维持神仙鱼饱满的隐身状态 晚上关灯或开小夜灯 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 七彩神仙鱼繁殖期 应再加一个小灯 作为长明灯 一是避免开关瞬间 给七彩带来惊吓 二是有助于子鱼 附注在种鱼的身上 防止大鱼 伤及子鱼 七、固定喂食 七彩神仙鱼通常 每天需要喂食三到四次 早、中、晚时间分配合理 每次喂食量和喂食时间 最好固定 每次喂食 以三分钟内置完为圆内则 形成喂食习惯 有利于七彩神仙鱼成长 八、耳料消毒 七彩神仙鱼的食物 可以选择蜂年虾、红虫、自制汉堡等 喂食前先将耳料消毒或解除冷冻 避免病菌和冷食进入鱼体 导致鱼病 本期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再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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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